奥利巴无伤完胜苏米 三家口苏米的处处 一几次香普可锅 那哟我是baby新人鸡蛋糕 香普到144块情报来了 很快标题权力的极限 上一块说到苏米要开始最后立刻 奋力冲向奥利巴 却被奥利巴一拳打晕在地 苏米完全就像用连接拳一样 倒下的太过突然了 奥利巴也是一脸懵逼 这就被秒了吗 不愧吧不愧吧 不可 苏米没有被奥利巴一拳秒掉了 他拼尽力气用手撑地 狼狼却连起身的鱼力都完全消失了 只能勉为齐狼而翻过身来 还是倒地 还是倒地啊 苏米被球体奥利巴榨干体力了吧 奥利巴蹲下来厌死 还好心的问苏米有没有事 没死吧 赶快起来嗨啊 你该会连一滴都不剩了吧 接着这个连反驳鱼力都消失的苏米 居然自己承认奥利巴赢了 走 苏米是他妈是直接认苏 被打到幸福口福了呀 奥利巴却很有风度的替苏米说好话 说自己这是突然发起的挑战 但里面有做好防备洽才赢的呢 但是苏米不接受这借口 说时刻做好防备才能称之为力士啊 之后奥利巴转身就走 他说这是一次很棒的堪复训练呢 奥利巴的复仇战 居然在无三状态下玩爆苏米了 这次乖利无三的彻底胜利呀 而玩败的苏米 却反而觉得很开心 诶 我怎么觉得开心的呢 这样好吗 我该不该是被弄快了吧 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做呢 而奥利巴离开的时候 看了一眼那个路人餐饮店老板 路人突然就蜜汁脸红了 什么鬼呀 他该不会是后 咳咳咳 之后路人目送奥利巴离开 冰头突然来到某座高级大厦 一家高级的香菇可锅店里 有人干了十几碗可锅 大米饭还有便宜酒 天哪 原来是两个古代香菇继承人老树敌 齐聚一趟再吃香菇可锅啊 这两个香菇大了大波 死产被上架口 怎么会约饭了呢 该不会是要进行一场食量较量吧 看来他们早就认识了 接着树米对树树说 主角团那群格斗家 全员都是一流历史 两人开始吹水聊天 树米还告诉树树 自己因为几次败北 所以明白到那群格斗家强处和弱处 接下树米还想和他们打 想试一下某些东西 而树树一脸不结的问 但是你即使会在树也想知道东西吗 树米没有亏答表示默认 而树树就开始提建议 说田径短跑已经证明 一般人类的权力极限运动就只有20秒 而两米高 200公斤的力士就只有10秒 我们就用这10秒分胜负吧 就是树米马上早上德川 要他安排人可以自己打比赛 德川完全看不起这个几连败的渣渣 反问他不是才输给奥利班吗 树米直接承认说是的 德川想不明白树米为什么这么急 问他想干嘛 树米就说自己接下来会在10秒内结束比赛 德川吓懵了 这么自信了吗 问他想和谁打 树米说谁都行 树树是发麻烟牙也行啊 他不是说过谁来挑战他都无所谓的吗 然后德川真的打电话给燕鸭 而燕鸭还真的接受了 树米这下是要在自己上场10秒领域 再像之前没打赢的对手 才是发起复仇战士吧 按顺序树米是要先打燕鸭 再打杰克 再打奥利班吗 复仇涌动机是吧 想看详气完整的解说 鸡蛋会尽快干出来的 求战求战啦 歹音就创成了 一切会漫